觀眾朋友 歡迎回來 武器健康同學會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 你聽到現在 你聽到好多次儲存細胞組織 那這到底它的程序是什麼 要請劉醫師來告訴我們囉 好 如果捐過血的觀眾都知道 其實這跟捐血差不多 就是打冤針 把你血抽出來 機器會幫你代勞 血抽出來之後 它把它分離 分離什麼呢 我們只要我們的白血球 紅血球還給你 白血球我們留下來 把它拿出來 對 所以先抽血 那分離的部分呢 分離白血球 這是機器在做的 是 做完之後呢 第三步 那收集的東西呢 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最重要是這一步 我們的免疫細胞 就像一個年輕不懂事的阿兵哥 對 雖然是個軍隊 他剛入舞嘛 我們要幹嘛 要訓練 對 要給他武器 給他裝備 這個步驟呢 就是要做什麼 告訴他做什麼 在教他 誰是指揮官 誰是小小兵 誰是做專業的系統 T細胞 B細胞什麼 我們要教他怎麼做 對 把這個部隊組織出來以後 我們才能夠實際的運用 不是把它抽出來就結束了 關鍵在後面 對 一定要做這一步 我們讓它成熟 變成一個成熟的阿兵哥 可以去打仗 那做好之後呢 我們到還要平安檢測嘛 怕裡面抽得不乾淨 有細菌啊 或有其他雜質 那這邊是要少一步 這步叫做儲存 檢測完再把它儲存起來 對 存在液態蛋裡面 溫度是零下150度 那可以至少存個10年 你要用的時候呢 再輸進去 所以不是拿出來就要用 沒那麼簡單 重要的肌部在這邊 我們要能夠讓它成熟 謝謝劉醫師的分享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就是 就像我們一般去抽血出來 然後呢 關鍵 就在這個第三步 要怎麼樣訓練他們 可以去對抗所謂的癌細胞 這一步就特別重要了 再來我們看完它的程序 我們進去之後呢 再來博士要跟我們大家分享了 其實在儲存免疫細胞 它有一些特色喔 是 那我們會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講 我們做儲存的這個目的呢 就是要使用它 所以既然我們要使用這個免疫細胞 我們當然要確認是說 這個細胞它是有效的 那它儲存也還 儲存10年的話呢 它也還是可以拿來 是生產細胞治療產品所使用 所以其實免疫細胞儲存的話呢 其實要注重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是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儲存契約 那這個儲存契約的話呢 是保護我們自己 然後就是供我們儲存的單位的話呢 去確認是說 它的儲存服務啊 或者是它答應條件的話 是不是可以達到這些條件 那另外的話呢是說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所謂的健康 秉估跟採集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有講到 存的東西就是要用 所以回過頭來 那我如果存的時候 我這個身體狀況好不好 我是不是存到一個 比較狀態比較好的 一個免疫細胞 它就是一個重點 要存到最健康的 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採集之前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做一些個 包括是說一些健康檢查 那健康檢查的話 包括說我們會做一些 包括是說一些傳染病的檢查 甚至是我們會直接檢查說 免疫細胞生產 現在身體裡面 免疫細胞的狀況怎麼樣 那譬如 因為我們身體的話 其實就是 身體裡面的這些免疫細胞 其實它是處於一個 變動的狀態之下 所以有些時候可能是說 你身體裡面 譬如說最近有個小感冒 最近可能常常熬夜 最近壓力大 這時候你的 體內的免疫細胞的比例 它其實就改變了 所以這樣的狀況都不行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採集 除了是儲存採集之前的話呢 要先做一次的檢查 那檢查如果 如果它不符合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要 可能要調養一下身體 但這個免疫細胞 或者是你的免疫力 可以回復的時候 再去做這樣的一個採集 所以其實在做 重點就是說 要做一個健康評估 它不是所謂的水到水打 水到水抽水存 不是這種事情 對 我們要做一個 真的就是一個健康評估 去存下最好的一個細胞 那同樣的 存了這個細胞的話呢 我們也要對它做一個把關 為什麼 我們採 既然我們已經採到 我們認為好的一個原料 那經過一個這樣一個分離 儲存的一個細胞的話 它必須要有相當的一個規格 來確認說這個細胞 它之後是可以拿來運用的 對 所以是哪些規格呢 包括是說我們在做採集的時候 我們在做分離濃縮的時候 它有沒有被微生物的污染 那第二個 我們到底存下來多少個細胞 我們存下來是有多少個活細胞 所以這些的話呢 我們都需要用一些個儀器檢測 我們去包括去鑑定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我們存的這個細胞 細胞的一個冷凍的材料 那這個細胞動管的部分 裡面有多少的細胞 裡面是不是我們要存的那個細胞 那都需要一些個包括的是 我們要做一些 比如說微生物的檢查 比如說細胞的鑑定 比如說細胞活性的測量 去確認是說我們存下來的材料 是可以之後是可以拿來做一個運用的 所以這樣看下來 從前面等於是前置作業 就開始一層一層很仔細的在把關喔 是 對 為什麼 最重要目的就是存的就是要用 我們不是在白白白的 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回過頭來 那我們已經拿到這樣一個 好的一個動管的時候 其實儲存的條件 剛剛劉醫師也有提到 是存在一個液態蛋桶裡面 那液態蛋桶裡面的話呢 它其實是用零下150度C的話呢 去做這樣一個保存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去確認說 那我既然存在 為什麼要存這個低溫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這個細胞 它可以凍結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 那也就是說它不會隨著時間 它會有一些老化的一些症狀或什麼的 對 最相同的我們對於這個儲存的這個環境 也就是這個液態蛋儲存槽 我們需要做一些個監控 所以如果可以就是說 這個攜帶液態蛋儲存槽的話 要有一個即時的監控去確認說 譬如說它溫度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都有確認是在零下150度C 一直要Hold在這個低溫 對 這個時候如果它才不會有變質 那之後的話呢 我們最好是說 讓儲存單位 它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儲存報告書 這儲存報告書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檢驗報告以外 那其實這個儲存單位 它其實必須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 我的細胞到底是存在哪裡 存在哪個統治 存在哪個統朝 它必須要給我們一些個保證是說 我只有幫你儲存的這個東西 存在哪個統朝裡面 那所以這些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免疫細胞儲存 包括是它的特色 也是我們在做這個儲存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不只是在前置作業 一層一層很仔細的把關 抽取出來之後 還要仔細的挑選 要把最好最好的保存下來 然後不能有任何污染 所以怎麼保存呢 我們這邊也是有非常特別 非常關鍵的技術 是 那其實在做細胞儲存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提到是說 是把細胞存在零下 150度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知道是說 其實為什麼不能夠直接存 當然有些人也會概念 動存這種東西 感覺就像我家冰箱冷凍庫一樣 對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放到 液態炭桶槽 我們不是放在我們冷凍庫裡面就好 是因為是說其實這個動存 它其實是有一個動存的一個條件 也有一個動存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動存技術的話 它會牽扯到兩點 第一個的話 是我動存的動存的配方 然後第二個是我的降溫條件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我們最簡單 一個物理的一個概念 細胞其實裡面呢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水 水結成冰的時候 它第一個最影響的物理變化是什麼 它的體積就變大了 對 所以體積變大的時候 其實動存的話 其實它有可能就把細胞撐破 那如果細胞撐破 細胞就死了 就沒了 就沒了 所以沒辦法應用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細胞動存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動存液 跟有一個動存的一個條件 那這個就是一個動存程式 它其實在做的話呢 其實就是藉由這樣一個 降溫的一個步驟的話呢 是去把細胞裡面的水 它在 不要在細胞裡面結成動筋 它是要在細胞外面結成動筋 這樣來確保整個細胞的一個活性是存在的 所以其實在整個動存系統上面的話呢 我們會確認是說 它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一個動存方法 那這個動存方法 我們剛剛有講告的是說 除了我的動存的統潮以外呢 我要有動存的程式 還有所謂的程式啊 對 就是要讓整個 整個細胞 它可以緩慢的降溫 讓這個冰晶可以在細胞外形成 那所以也還會有所謂的 最佳的動存條件 所以就是程式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動存液的配方 那動存液的配方的話呢 就會關係到是說 這整個細胞 它第一個 冰晶在細胞外結成的效果如何 那這也會直接連鎖到就是說 第一個 那個細胞可以儲存多久 第二個解凍之後 它還有多少的活性 就一切都會是在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表現 謝謝博士的分享 再來我要幫大家問問了 我們的金鐘事後隱欣 今天也在我們節目現場 隱欣你也有去儲存細胞組織 那你當時你在考量的重點是哪一些 我覺得其實我們還滿幸運的 接觸到這個療法 因為剛剛像陳博士講的 就是其實對我們只需要抽血 對 就是只需要像捐血一樣的抽血 但所有的繁複 然後所有困難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實驗室裡面 你完全不需要去操心 那我當初會怎麼選就是 其實這樣的實驗室也很多 那這個觀念或是這個療法 已經越來越被推廣 我今天其實也算是來推廣 這個新的健康的方法 那我自己在選實驗室的時候 我就是在選它的抗 主要是癌症嘛 我還是找了一個它的抗癌的 成功的比率最高的一個實驗室 所以這個是你考量的重點 對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雅梅在旁邊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你也很有感喔 當然 因為我自己本身 但是我也是啊 我剛剛前面就講 所以於是我就在去年 去做這個動作 我還特別請他們把我在那個 細胞有沒有 細胞的製備中心 我在那邊stand by的照片 還有我整個這個就是在 在取你那個 免疫細胞的一個機器 所有的過程 對 你也做了很多功課 因為這是第一個 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身體 那我剛剛一開始 我前面我就說 因為家裡就是 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個心態 目前真的是要花在刀口上 那像剛剛乙西是說 它是選擇成功率比較高的 對不對 治癒能力最好 對 抗癌的成功率 那我除了是這個 所謂的抗癌成功率 治癒率最高之外 我還去找了一個 它的專有名詞叫卡T 你知道嗎 就是最強的 你真的做很多功課 卡T 什麼叫卡T你知道嗎 它就是總舵組的意思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帶頭的領袖 他很強 後面帶的是一票的裸裸 你知道嗎 有用的裸裸 對 他說話 砍就砍 殺就殺 所以我就是選擇這一個團隊 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 我要不就是不出手 我要出手我就是要贏 所以我既然有這個必要 因為我自己擔心後面的狀況 所以我去做這個選擇 我去花這個時間做這個功課 然後儲存這個免疫細胞 未來我一定它是要可以救我的 你懂嗎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才會這麼努力的在做功課 那其實不只是隱辛 不只是雅梅 還有思琦 妳本身是生醫博士 妳自己也去儲存了細胞組織 對 其實對一個醫療人員來講 其實我們比一般人 還多了很多的醫療專業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未來的事情 好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癌症是越來越多嘛 那我自己會不會得 我坦白講 我自己也會得 可是我們要選擇一個好的 就是剛剛講 在運用層面要是最強的 那例如說 我今天儲存之後 它能夠運用成 剛剛講的DC 速凸細胞 然後CIK 卡T 那未來我運用完之後 可能我還可以幫助別人喔 還可以幫助別人 如果我會幫助別人 沈 shipping 尋找人 沈派 睡喔 別客人 她誤會 自己詐欺 你 遇到 那 沒有 誰 無